为在信义计划区的标准场地新舞台 自从今年5月之后就再也没有演出 闲置长达8个月的时间 创办人顾怀群首度打破沉默 他说新舞台应该继续开放使用 才是台北最需要的文化景观 而国议会董事长施政荣就呼吁 市政府应该要规定新买主要重建的时候 需保留原规模的新舞台空间 而中信集团因为土地增值 所创造的利润应该提拨预算 用在建设新的新舞台 并且成立基金会负责日后的营运 自从今年5月以后 新舞台就再也没有开过门 这里曾经是台北新一计划区内 最重要的表演场地 如今放任它空空荡荡了七八个月 所以现在如果你到新舞台去看的话 白天你经过它 它是空的 晚上你经过它 它是黑的 我们做表演艺术的人 最不喜欢听到的一个字叫 Dark House 黑灯 熄灯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它 每天都是Dark House 每天都是熄灯 实在是相当不舍了 因为这样已经半年了 台北市文化资产委员会在去年底 将新舞台登陆为文化景观 保留原址 维持原表演空间的机能 但即便如此 没有表演空有建物 如何可以称为是文化景观 古迹是过去式 景观是现在式 所以如果任何人尊重台北市文化景观 就应该让像新舞台这样子的一个房子 里面充满了它被认为景观的事情 那就是不断的艺文的表演 因为当新舞台失制了它里面的灵魂的时候 它不过是一栋空房子 我们到现在为止 但目前的僵局是新舞台的母公司 中信集团标售原大楼的土地 但却三度流标 国议会董事长石正荣提出解套方案 他建议台北市政府可以规定买主 未来重建时保留新舞台现有的空间 而且不列入容积率计算 而中信集团麦迪所获得的利润 要提拨预算建设新的新舞台 并成立基金会负责日后营运 顾怀群与艺文界人士胡乃源 平衡 李宝春 樊光耀等人 向即将上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建议 不管是接受也好 托管也好 或者是委托经营也罢 如果在这个馆面临摧毁的命运之前 它还有一席的利用价值的话 我们不是可以为世界文化环保尽一份力吗 谢谢大家 谢谢樊光耀 新舞台能否重新启用 就看各方协调结果 谢谢樊光耀